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本期节目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探秘 中国最高的内陆湖泊扎陵湖 让我们一起领略这里的独特美景 感受高原湖泊的神秘与魅力 扎陵湖位于青海省马多县西部构造凹地内 海拔4294米 是黄河上游的大淡水湖 与厄陵湖同为黄河上游最大的一对淡水湖 扎陵湖也被称为查陵海 这个名字来自藏语 意为白色长湖 湖面东西长35公里 南北宽21.6公里 面积为526平方公里 平均水深为8.9米 最深处在湖心偏东北一侧 被称为高原湖泊 与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青海湖相比 扎陵湖的海拔高出1000多米 青海湖的海拔约3196米 虽然也在青藏高原上 但相对于扎陵湖而言 青海湖的高度差较小 高原湖泊的特点是海拔较高 水体的富氧性和水温较低 以及气温的变化较大等 这些特点影响着湖泊的生态系统 扎陵湖呈现出不对称的菱形状 其东西像比南北像更为宽广 同时 厄陵湖和扎陵湖之间 有一条天然堤相隔 形状类似于蝴蝶 这条天然堤阻挡了黄河水流 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湖泊 即厄陵湖和扎陵湖 这些特殊的地形和湖泊形态 使得扎陵湖和厄陵湖 成为了青海高原上的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纳卡日区和约谷宗列区藏名马曲 绘成了黄河河流 它从西南角流入 东南角流出 湖心偏南是黄河的主流 由于黄河携带大量泥沙进入湖中 风浪泛起时湖面成灰白色 因此扎陵湖也被称为白色长湖 湖中富含浮游植物和丰富的鱼类资源 与厄陵湖一样 是青海水产捕捞的重要基地之一 湖西黄河入湖处 有三个小岛 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聚集在这里 因此也被称为鸟岛 湖岸边大多是亚高山草垫 是重要的牧场地带 每年春天 成千上万的大雁 鱼鸥等鸟类从印度半岛飞来 在扎陵湖附近的小岛上繁殖和生活 黄河园区重要湿地是高原多种珍稀鱼类和水禽的理想栖息场所 湖区的沼泽和环湖半岛以及水域是许多涉水禽鸟类 如鸟类、燕鸭类和黑井鹤等的重要栖息地 这些生物栖息在扎陵湖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 因此 扎陵湖是一个珍贵的生态资源 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点 1999年6月3日 在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黄河开始出现断流现象 这是由于黄河下游用水量过大 而上游却出现了干旱和水量减少 导致黄河在上游水位下降 水流减缓 最终在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出现了断流的情况 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也成为了人们重视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警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 退耕环林等措施 以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稳定 这也表明了人类必须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避免破坏生态平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扎陵湖位于青藏高原上 气候寒冷干燥 年平均气温约为零下四摄氏度 几乎中年没有无双期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湖面上的水体往往会形成一层厚厚的冰层 使得湖面看起来如同银庄素果一般 同时 由于湖区所处的高海拔地带 其气温随季节变化较为明显 冬季极寒 夏季气温虽然较为温和 但仍然十分凉爽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湖区的植被和动物群落也呈现出了一定的特点 例如常见的亚高山草垫植被和适应寒冷气候的高山动物 每年的十月中旬就会开始出现暗冰 即湖边开始出现冰层 而到了十一月下旬或者十二月上旬 整个湖面都会被冰层覆盖 形成风冻状态 在这个时期 暗边最大的冰层厚度可以达到一米左右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冬季 冰冻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 随着气温的升高 湖冰开始融化 通常从一年的三月开始出现熔冰现象 到了五月初 湖面上的冰经完全消融 湖面恢复为水面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春季 冰雪融化的时候 湖水的温度开始逐渐升高 这也是一年中湖水温度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 在这样的环境下 湖区的植物和动物群落都会在冬季中进入休眠状态 等待春季来临 再度开始生长和繁衍 扎林湖的鱼类资源相对较少 仅有九种鱼类 其中只有两种鱼类 即即便烟齿鱼和花斑裸里 构成了湖区的鱼类资源 这两种鱼类个体重量通常在一斤左右 大者可能达到二至三斤 由于扎林湖周围游牧区 人口稀少 而藏民往往是鱼为神 没有吃鱼的习惯 因此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鱼业 扎林湖位于青海马多县西部偏远地区 交通不太便利 没有专门的旅游班车直接到达扎林湖 但是可以选择自驾或者在西宁市租车前往 也可以在马多县城选择包车或者坐公共汽车前往 此外 由于扎林湖周边是牧区 还可以选择骑马等特色的旅游方式 但需要提前联系当地的旅行社或者牧民 从马多县到扎林湖 黄河源头大约100公里 包车前往扎林湖和黄河源头的费用大约为600元 含游玩时间 来回需要约8小时左右 一般需要在马多县住宿一晚 如果从节谷镇包车前往这三处地方 费用大约需要1000元左右 来回需要约12小时左右 旅行到扎林湖需要一定的耐心和时间 但是这一切都值得 即便路途遥远 但是沿途的风景也是非常美丽的 从马多县到扎林湖的道路虽然不好 但是穿越八岩喀拉山的过程中 您会看到无与伦比的景色 如草原 山脉和河流等 一旦到达扎林湖 您将被其宁静和美丽所深深吸引 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天堂 值得一游 如果您有时间和机会 建议在马多县多停留一晚 欣赏这里的美景和文化 这将使您的旅行更加难忘 马多县人民政府于1988年9月 修建了一座华夏之魂和圆牛头碑 该纪念碑总重达5.1吨 纯铜铸造 是一件气势辉煌的艺术品 为纪念碑提写的 藏汉文黄河源头字样 由已故时事班禅大师和胡耀邦同志撰写 纪念碑坐落在错日噶泽山的顶峰 海拔高达4610米 这座雄伟的纪念碑 旨在通过选择原始图腾神圣的崇拜物牛 强调我们伟大而坚强的民族精神 这座纪念碑代表着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并彰显了人民对黄河源头的无尽敬意 和崇高礼赞 站在牛头纪念碑围栏旁 眺望远方的八岩喀拉山 景色壮丽而又宁静 周围的草原上 牛羊悠闲地散步着 帐篷点缀在绿荫之间 散发出乡村的淳朴气息 远处的湖泊和河流清晰可见 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交相辉映 构成了一幅宛若画卷的美丽风景 在这里 人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与温馨 体验到草原上牧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 沉浸在这优美甜淡的绝艳风景中 仿佛忘却了城市的繁杂和喧嚣 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